大家好 欢迎来到十方教育影视后期学院 我们今天学习的支点是A1的文字工具 我们打开合成窗口 在主视图创建一个文字 会创建出一个文字的图层 我们选择文字图层 点击打开前方的小三角 会看到一个文本的按钮 打开文本按钮 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的属性 我们来看看这些属性 原文本是设置文字信息等动画的效果 我们结合上节课学习的动画关键帧 先给原文本创建一个关键帧 然后拖动时间线 将十方教育里面的教育两字删除 我们播放预览 就会看到一段十方教育变成十方的动画 当然原文本不仅限于修改文字 凡是制服窗口和段落窗口里面的参数 都可以设置动画修改 路径选项 路径选项是控制文字 按照一定的路径进行排列 点击工具栏 钢笔工具 在这个图层上画出一个路径出来 当使用钢笔工具进行绘画时 直接点击是创建直角的顶点 如果点击后 按住鼠标左键不松开 移动鼠标 这个时候创建的点就是一个圆角的顶点 创建完成以后 我们在路径选项 路径选择我们绘画的蒙版1 我们就会看到创建的文字 依附在绘画的蒙版路径上了 我们接下来看看下方几个参数 反转路径 路径本身有一个方向 反转路径是让方向反转 垂直于路径 让我们创建的字体和路径保持90度的垂直 强制对齐 强制性的让每个字的中间 编具距离一致 使其文字排列的更加整齐 手制编具 从开始部分 文字在路径上进行偏移 末制编具 从末尾部分的文字 在路径上进行偏移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 旁边的动画栏 这个栏里面的命令 都是制作文字动画的 锚点 位置 缩放 倾斜 旋转 不透明度 全部变换属性 这几个用途方法一致 我们在这里呢 给大家讲解其中两个命令 其他命令呢 参考这两种命令用法即可 我们打开了动画栏 点击位置 这个时候呢 文本下方会创建一个动画制作工具 我们修改位置 可以看到整个字的位置产生了改变 我们点击范围选择器一 这个范围选择器的意思是 把整个文字中的每一个字当做一个个体进行设置动画的效果 我们修改起始结束 我们会看到字逐个的移动 两个参数是控制着字逐个移动的起始位置 如果修改起始的参数 文字呢 就是从开始的部分开始进行运动 如果修改结束的参数 文字就是从结束的部分开始运动 偏移 控制着文字逐个移动的速率 我们如果给偏移做上关键帧 就可以看到一段文字逐个移动的动画了 我们制作一个打字的效果 我们给文本添加一个缩放动画 会增加一个动画制作工具 我们将缩放改为0 然后再动画制作工具 偏移做一个关键帧的动画 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文字一个一个 从小到大的跳出来 产生了打字机的效果 我们今天就用A1的文本 为一段J5的画面加入生动的文字 来进行包装修饰 我们打开A1的工资文件 合成窗口已经创建 我们先创建一个合成 点击创建合成 在设置合成的时候 合成的名称改为文字 宽度和高度设置一排文字的大小即可 我们在这里设置的是1300x200的大小 设置的持续时间是3秒15帧 然后创建文本 打上文字 批律炫母 设置好字体的大小 间距 我们先来做一档文字出厂的动画 选择动画 位置 将外轴 桿为200 也就是上文字 放到窗口的下面去 设置偏移的动画 给它做出20帧的动画 让文字呢 从下往上逐个的升起 我们再创建一个文字填充的动画效果 选择动画填充颜色 不透明度 我们将填充不透明度改为0 这个填充的颜色呢 主要是控制字体填充主体颜色部分的透明度 我们给偏移的动画 我们给偏移做一个关键帧的动画 动画的关键帧是从第10帧到第1秒钟 我们的文字从镂空效果变成一个实体填充的效果 我们再给文字做出第三个动画 再创建一个文字填充的动画效果 选择动画填充颜色 不透明度 我们将填充不透明度改为0 我们给偏移做一个关键帧的动画 动画的关键帧从第1秒钟到第2秒 做一个100到0的偏移 我们播放动画 可以看到这段动画 文字又从填充状态变成了镂空状态 我们在第三秒呢 再修改100 这样的目的呢 是让整个文字始终有一个 文字从填充到镂空的状态 又从镂空到填充的变化 让文字呢 有一种类似于霓虹灯的效果 但是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段文字呢 变化太过于单一 都是按顺序变化 缺少随机度 我们点击高级 将随机排序打开 这个功能呢 能让我们的动画效果可以随机的产生 不会那么有规律 我们现在再来播放预览 这段文字的效果就做完了 我们将文字这个合成 放入到霹雳炫雾这个合成里 文字合成 按键盘的Country加D 复制出来一个 将其中一个文字合成 在一秒钟的地方 点击out键加反括号键 这个快捷键的含印 是让这个图层从后面进行裁切 将此合成后面的部分裁切掉 不再显示 再选择另一个文字的合成 点击out键加正括号键 这个快捷键的含印 是让这个图层从前面进行裁切 将此合成前面的部分裁切掉 这个操作的主要目的 是让这个文字合成变成两段 我们可以给这两段添加不同的效果 我们先选择前面这段文字的合成 首先给它添加一个颜色 菜单 效果 生成 填充 我们在效果空间里面 选择填充 颜色 给文字填充一种颜色 我们再给文字呢 做一种铺满全屏的效果 菜单 效果 风格化 动态拼贴 这个动态拼贴的效果 是可将素材进行重复的拼接效果 我们在效果空间 动态拼贴 输出宽度 输出高度 将这两个数值改大 数值多少 大家可以根据画面 出来的效果 自己设定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文字布满了全屏 我们再选择后面这段文字合成 给它添加一个颜色 菜单 效果 生成 填充 我们在效果空间里面呢 选择填充 颜色 给文字填充一种颜色 颜色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设定 不需要和老师这边一致 这段视频 我们就已经做出来了 合理地使用文字的动画 为街舞视频制作文字的包装 文字的内容 颜色 字体等 可以按同学们的需求 自定义进行制作 大家记录一下 我们这节课 支持点总结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